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兩件事都是關於一些反中原安分子要坐牢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支聯會用盡飲奶力 都希望國安法案件不要放上高等法院 只能是他們犯的案件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 怎麼可以不上高等法院 而他們不想上高等法院的原因是甚麼 當然他們最後當然失敗了 昨天判案的時候已經要把他們的案件放上高等法院審理 他們不想上高等法院審理的背後原因曝光 到底是甚麼 稍後會和大家說一說 然後想和大家說第二個人 第二個人叫傑斯 傑斯基本上還要坐牢 接下來還要有時間去坐 他現在已經慘了 基本上還押的日子 非常之難捱 慘了 為甚麼 因為 真真正正坐牢的日子 是比還押的日子 更加難捱 他現在在礦欠 賣慘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那麼慘 還是比他騙錢的那群手足更慘 稍後跟大家說說他怎樣在賣慘 在狂哭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潔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想和大家說的就是 支聯會的 顛覆國家政權的案件 這個顛覆國家政權案件基本上他們是 不想上高等法院去審理 為甚麼呢 因為只要他們不上高等法院審理的話 他們就不會被判10年甚至乎更高的刑期 所以他們盡 苟牛義府之力 用盡飲賴力都不想上高等法院 而這個已經解散了的反中亂港團體支聯會 他們的頭目 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 他們在關閥我們的 國安法裏面煽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控方一開始已經申請一種被告交付高等法院去審理 不過 支聯會的周幸彤 聯同 辯方的律師 不斷地找不同的理由去做抗辯 包括 質疑控方的證據有重大缺漏 不足以交到高等法院審理 要求在區域法院做一些初級聆訊 處理的主任裁判官香淑嫻 在昨晚裁定了 控方的證據 是足夠 絕對是可以 令到周幸彤 那個 資聯會的案件 放到 高等法院審理 而同案不認罪的 李卓人、何俊仁等等 以及資聯會 以及資聯會的組織 全部將會 在 9月14日 即是幾天後 進行第五次的聆訊 預計 那一次之後 全部一拼過就放到高等法院審理 資聯會的組織 加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 他們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控罩這裏 他們違反了香港國安法22條和23條 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 香港煽動人們顛覆國家政權罪 在這件案件裏 基本上被告是不認罪 案件在裁判法院基本上 要交付高等法院進行的聆訊 但期間 周幸彤和辯方律師 提出了六點抗辯 要求做初級聆訊 希望可以在裁判法院解決 如果不可以 區域法院 否則 總之盡量不要上高等法院 因為裁判法院基本上 單一罪行兩年以下 除非真的很嚴重 所以他們很希望 可以判到 越低的刑期就越好 在越下級法院處理 判刑的刑期是越低 初級聆訊時在9月2日 在九龍的裁判法院展開 由處理的 主任裁判官鄉淑嫻 處理 他之後就進行高等法院 提出司法覆下 支持免疫的事情 覆下希望可以解決報道 現在就可以 報道出來 控方 由張卓勤 和高級警務官吳嘉瑜 去打 早前在出入聆訊中 周幸彤質疑 支援會成立了30年 從來沒有被警方和政府干預過非法 但是 在港區國安法後 被人檢控 電方亦說 支援會的五大綱 只是 理念 之爭 沒有實際的 是屬於在人權保障範圍之下行使的原諒自由 又說 控方的證據和案情都存在著重大的缺陋 控方是沒有足夠的表面證據 去等這個案件 交到高等法院 那麼高級法院去審訊 所以 周幸彤應該不用上去答應 不過 控方就反駁 不是 根據案例 控方不會在現階段作出盤問或陳詞 但是向法庭和辯方交的控方觀察文件 裡面圍繞著兩個議題 控方對控罪要素的非法手段和國家政權機關的理解 所以 這件事應該要交到高等法院的心力 最終處理的主任財判官 在日前表示 聽取所有控辯雙方的證供 就不想太多了 放到高等法院的原諒庭去審議 所以周幸彤他們最終失敗了 他們背後的原因 是很想很想這件案件在下級法院處理 無論如何都好 無論如何都好 用盡飲賴力 九牛二虎之力 無論如何燈也好 都不想這件案件在高等法院 因為 高等法院判刑可能會判得比較重 在下級法院處理的話 應該如何判也好 兩年以下 最終被他們打兩打 可能是一年 甚至乎一年以下 都不出奇 因為下級法院判刑 沒有那麼重 所以背後的原因是 他們不想坐那麼久 他們都是很困惑的 還有 他們在這裏打久一點的話 他們環押的日數 是算在內 即是說 環押得越久 越久才上庭等等 到時他們判刑的時候 三幾個月 就出來 所以他們背後用的超數都是非常 陰毒 真的 資源會還涉及一宗拒交資料案 控方早前 在法庭的 允許下 披露部分資料 並引述警方 國安處的調查資料顯示 資源會其實是最少跟六個海外的組織和一個相關人物有聯繫 因此相信資源會是外國的代理人要求他 教訓一些資料出來 警方也都在調查裏面發現 資源會和海外的組織和一些個人有關 資源會亦都向其他組織會出幾十萬 裡面牽涉到的金錢 可能 總共會高達幾百萬甚至幾千萬 我們想像不到 所以資源會 這些案件基本上 跟國安處 有非常之莫大的關聯 最後是 誰的層級呢 有多大呢 我們未知 但遲些會剝洋蔥 慢慢剝 就剝掉了 抽屍剝架 到底 其實橫額 和坐牢 難不難捱呢 黎智英說人生的巔峰 楊岳橋又說 人生更精彩 好像很好玩 渡假 相信大家都聽過 他們說的 而事實上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玩呢 有一個人 就是網台 的一個 叫做播毒人士 播港獨 播台獨的人士 就叫做傑斯 他現在在監獄裏面 等候判刑 他在生 他現在 還押的日子 是異常地難捱 甚至乎 哭了出來 到底他是 怎樣生發 為什麼要哭呢 我們跟大家去看看 這個 傑斯基本上是 勾結一些 台獨組織 還有搞眾籌 去助養一些 潛逃去台灣的黑暴 他也不太簡單 不是坐養那些潛逆黑暴 是用這個名字 掠水掠了一千萬的東西 然後又得到很多好處 金錢 糟糕 糟糕 掠水掠了錢 這個傑斯 叫做 雲耀星 早前已經承認了一項煽動罪 和三項洗黑錢罪 並且 充公他的財產 這宗案件 會到10月7日 才判刑 並且到時才會真正的頒佈一個 財產充公令 去納回他的錢 他在這裏黃絲的錢 最終就被我們的法庭 把錢收回香港政府的庫房之中 其實都差是應該 日前前立法會議員 探監達人 邵家樽去探傑斯 原本是想著 9月2日星期五的時間會判刑 誰知一等要等到10月份才可以判刑 他說 坐牢和等候日子還的事 是很難捱 還有說不知道要判多久 真是寢食難安 因為這些罪行涉及到那麼大的金額 隨時判10年以上都不出奇 還有涉及到國安法 可能會判得更多 甚至不能同期執行 也不出奇 話說9月2日 傑斯的老婆和女兒 都沒有去法庭看他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眼看到老爸 這麼貪心 又困自己手足 原來不是 是他們全家有一些共識 因為原來在他上庭之前的那一天 9月1日就是他女兒的生日 撞肥仔傑生日 影衰肥仔傑 傑斯要求 他女兒一定要過得快快活活 快快樂樂 不要去法庭旁聽 第五 其實你 你這件事9月2日審 9月1日 是在你這件事之前的 他怎麼會 過得不快樂呢 是不是 其實你不會影響到他 除非你8月2、30日去搞 影響到他情緒等等 怎麼會呢 他一號不是一樣 雖然要去納蘇 傑斯那個 雲耀星的女兒 原本在外國讀書 讀石屎課程 8月上旬的時候 他回到香港 打算給他爸爸驚喜 但也沒什麼驚喜 因為他爸爸是闖牢 基本上探不探他爸爸 沒什麼分別 沒什麼質感 算吧 省機票錢 那 他也回來了 然後怎樣呢 真的去了探望他爸爸 給他經歷的爸爸 傑斯隔著玻璃看到他女兒的時候 他只站在那裡哭哭了5分鐘 不能言語 但以我所知 他們不是要坐下嗎 可以站在那裡哭哭5分鐘嗎 好像不行 以我所知 不知 不過我不清楚 因為我不是坐牢達人 我更加不是探牢達人 兩個達人 我都不是 坐牢探牢我都不熟 行不行呢 我只看過電視 總之你站在那裡 你就會被人叫你坐下 要不然就要壓走你 卡卡的東西 所以 是不是可以站在那裡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哭了5分鐘不能言語呢 真的不知道 然後邵家中就引述傑斯說 要跟女兒鬥快 看看女兒是先畢業還是先放監 不過她說女兒 還要一年就畢業 看來傑斯就輸硬了 當然啦 有什麼書可以讀十幾二十年 重新讀過小學 都未必可以啦 因為她三項洗黑錢罪 再加一項 煽動罪 不少東西 其實她後面會不會還有其他國安法的罪名呢 其實都未知 可能是控告完她這幾項罪之後 之後 翻刀還查到國安法勾結境外勢力等等的罪 都不奇怪 那她 即是 不斷坐牢增值下去 加10年加多10年又加多10年 那就有時間搞 是的 所以算啦 算啦 你的女兒就重新讀過小學開始 你都應該是 會輸給女兒 你應該有時間坐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又異常辛苦又要哭又要盛了 說真的 有一件事叫做早知今日 何必當初 不知大家同不同意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文傑聽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賞好留言訂閱文傑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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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